星期四、洛杉磯市議會23票贊成、一票反對、一票棄權的表決結果 通過了市長Karen Bass提出的2023至2024財年 130億的市政預算修正案 2023至2024財年的預算首次超過130億 比上一財年增加了13.1億增幅為11% 其中包括5億6600萬的儲備基金 預算中的13億將用於解決住房和無家可歸問題 其中包括為InsideSafe計劃撥款2.5億 此外預算將撥款32億用於洛杉磯警察局 力求將警局人員編制恢復至至少9500人 除了增加城市基礎設施的資金以外 預算將撥款給GRYD、減少洛杉磯警的團火暴力 還會撥款以解決貧困和收入不平等問題 另外,預算還包括支持小企業和當地企業 以及促進當地旅遊業 市議會指示立法分析辦公室 起草一份正式採納預算案的法令 市議會將於下星期考慮通過該法令 之後代市長Karen Bass簽署才可以正式生效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